Super Idol的笑容多美妮 哇 中華傳統每次三不渣都看得去 太好吃了吧 今天我也來做一個做完分給我的粉絲 差不多算我們開始吧 先在碗裡打幾個雞蛋 再加入50克白砂糖 將它們攪拌均勻 加入30克木薯粉 再次攪拌 想要做好三不渣之重的一點來了 噔噔噔就是它康巴赫第五載蜂窩鍋 它運用了10克的工藝 這些凸齊的部分形成了一張蜂窩網狀結構 可以有效保固塗層皮脫落 好了 把蛋液倒入鍋中 接下來就是最累的一步了 需要攪拌幾個小時 感覺手都不是自己的了 看到這裡的寶貝 點個小心支持一下兔兔吧 現在有點粘稠 需要加一點油 它裡面有專門的油水位限 不用擔心加多或者加少 不得不說 這個蜂窩改善成半封閉結構之後 這個油的流動性真強了許多 而且它又是抗菌不鏽鋼材質 用耐斧抗氧抗菌抑菌抑菌 使用起來更放心 快撐行了 最後加點油繼續攪拌 再好一步一直拍打它 放心 它不會生氣的 就是這樣手太累了 哇 終於撐好了 先試試它是不是三不沾 一不沾碗 成功 二不沾快 成功 三不沾牙 哇 這是什麼神奇的味道 而這一點都不沾牙 寶寶們想吃嗎 打出這個字的寶寶全都有份 是嗎 好